行政已奉加南区立法博調審 第一任的進行長 調理先生 今天正式佔任職務 調審主任也就是農委會主委丹普基 親自來報發品書 丹普基政委 調理先生不是對於落世很關切 行政經驗也很適合致任職務 那我們張立善 張執行長 非常有經驗 擔任過立委 同時對於雲嘉蘭地區的許多事務 也非常的熟悉 最主要是有非常好的人脈關係 在這項電影上 財政國界也要交到很適合 在立法會中強調 分架南区是農業重點 將來他們的家共在財政農業協助 臺北加南区可以說是一個農業的大縣 所以未來我們希望農業大縣 無論是農業經濟提升 甚至農業的加質加工 我們都希望能夠藉由中央的資源來協助 那甚至我們農民最重要的這些農水路 那我想我們也透過我們的城堡局主委 他是我們中心的主任 那也希望藉由他所有的這些資源 也能夠移住雲嘉蘭地區 調理先生另外還有一段 分架人口的老化和青年出業 以及社造各個副都 也都是他們未來的重重點 雲嘉蘭一直以來 我想人口老賣已經是一個高齡化的顯示 所以未來我們這些農民 必須要有長期照顧或是各方面的資源 我相信我們雲嘉蘭區也是一個平台 那青年離鄉背景的很多 所以衝到就業機會增加所得 幫助青年能夠返鄉就業找工作 我想也是我們應該要注重的 那當然原住民還有我們的新移民 都是我們未來希望能夠幫助的所有的弱勢 分架人口立下服務中心 其實就是行政宜的協助辦 無論是各方外交 到來自環保都有頂頂 行政宜都有派完在這裡 提供第一選的服務 歡迎有需要的民眾多多利用 記者以民委 蔡王報道 提供 applying 提供的工資 提供的工資 提供總統